各位車友如果你是9.2吋的螢幕呢 我們今天為大家分享就是一個小技巧 首先你要點入後鍵 後鍵之外你會有兩個分割的畫面 那分割的畫面呢你按住 按住久一點 你會看到這邊有很多個選項 它可以變成子母視窗 那就看你上面想放哪一張 然後下面想放哪一個 例如說你可能想要看行駛數據啊 交通訊息啊 它都可以跑 都可以讓你做選擇 然後可以左右選 非常的完善 然後汽車狀態 例如說你有裝胎壓的車友 那就可以這樣子看 這邊分享完畢